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到下午5点之前为止 日累积雨量超过了70毫米 一个小时之内就下了超过50毫米的雨量 所幸现在降雨都已经趋缓了 而这两天午后雷震雨降雨的情况都比较明显 范围也比较广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先带你从卫星云图上来看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今天是位处在一个低压带当中 而这一个就是今年的第八号台风电母 它目前是位在鹅兰鼻西方1100公里的海面上 在越过广东之后 它会持续朝着越南的方向来前进 虽然说对我们的天气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但是明天在我们的西南沿海 恒春半岛一直到东半部沿海 包括我们的蓝雨绿岛还有澎湖金门 都容易有长浪发生 前往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 而除了这个电母台风 其实现在在西太平洋上 可以说是相当的热闹 还有另外三个热带新地气要在排排站 整个大气的情况都是相当的不稳定 所以这两天午后雷震雨 不论是降雨的强度或者是范围都比较大一些 而明天我们的各地的天气状况 都还是会跟今天差不多 因为吹西南风再加上处在低压带当中的关系 所以在中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震雨 中午过后各地也都容易会有午后雷震雨 而且会有局部较大雨是发生的机会 提醒观众朋友如果要前往山区 或者是溪流边活动 要留意天气还有周遭环境的状况 至于明天各地温度上的变化 再带你从地面天气图上来看 今天上午各地的温度感受上都还是偏热 最高温在嘉义来到接近35度 从地面天气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明天晚上电母台风就会来到这里 提醒要前往越南或者是海南岛的观众朋友 还是要留意天气以及航班的资讯 明天台湾附近还是会吹偏南风 各地都还是比较高温的 大台北地区高温上看35度 其他地区也有33到34度 索性在下雨过后 这个天气感受上就会稍微的比较凉快一些了 接着带你来看魏妮真理的山海七下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